對兩岸這邊所帶來的人民的溝通 技術的交流 種種的效益 站在我們佛光山以佛教的立場來講 如何把這個文教思想再擴大 我們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同胞 好 那麼這次呢 也很高興有這個 兩岸文化交流的簽署 那麼實際上佛教呢 對於中華的文化 可以說是很深入的 可以說整個傳統文化來講 佛教可以說是佔了一個相當大的比例 所以我們也常講 這個佛教東傳兩千年 也說佛教到這個中國 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可以說影響中華文化非常的深入 那這一次的簽署還有 加上前兩次的交流合作呢 我覺得讓我們的 不管是文化還是佛教傳統藝術呢 都能夠透過佛陀紀念館的展出 讓全世界讓更多的人 更了解中華的佛教藝術 以及佛教的文化 我想這樣真的可以深入 每一個全世界 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除了文化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國教的 比如說這個 國教的思想啊 國教的整個種種 好的理念啊 能夠透過這樣的展出 讓大家接觸 我覺得這個也是在 洪洋湖房 就像 經理大師講的 以文化來洪洋湖房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是相當好的一件事情